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讲一下Paper 3 今天的Focus是讲一下如何找点 找点点,如何把它变成一个句子,是取得分的句子 我们继续会用2013年的Part B1来做一个例子 我们今天会看的是2013年的Part B1的Task 7 你要写一个短设论,说几间非一般酒店 他给了三个指示,在这里很清晰地告诉你 你写这个设论要怎样,请你给他一个名字 这些我们之前都已经讲过了,所有非书信的东西 麻烦你习惯给他一个名字,就算他提不提你 我们都习惯下一个名字,下一个名字是没有死的 除了如果你要做一些Presentation,写一些Script 有几年都有考过,最近的就是2020年,说去太空火星任务的 都有考过写script,即写一些演讲词 演讲词当然没有title 这些你要记住,其余的东西,无论是article,report,proposal,essay,什么东西 都习惯给他一个title 他也有提示,说你要怎样去写这个语气 要留心的是,其实在这一版本 他往往不只是给一些指示,就是你要去哪里找点点 这两点其实都是你的tone和format的提示 其实这两点是没有内容分给你的 我写个title,不是应该有一分内容分吗?不是的 这些全部都是在organization 和哪里各2分给你的 这就是其实拿到后面的bonus mark 但都是那句,我们之前说了很多次 就是这些元素只要你写到有在,就会给你的分 一般学生其实就不看自己4分拿了4分 因为都说我们的Marker很明显 很难很难才会觉得你偏闻格式真是完美 但只要你有基本格式 其实4分你要拿一半甚至乎拿3分就一定有 其实它指示给你要找的东西 其实只有最后第三点 就说了给你听有三间酒店你要说 要说的是他们在哪里 和别人为何喜欢去那里 记住其实找东西我们很需要很清晰 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因为在Data File里面 其实有很多他特意拼你 他特意拼你 但是其实是不需要的东西 稍后我们也会看到不少的 好了 我们先看一看 告诉你 就是这里 四版 我们要看四版的东西 我们可以返回信聚 信聚 信聚其实都可以 你找到三五六七 我们先看自己的Notes 自己的Notes 记到什么 什么都记不到 别看了 看回第五版 这一部分 其实B1 应该 一般同学 怎样都会记到少少东西 这部分 算是B1 Note Taking 算是最深的一部分 最初有两个部分 都是和B1 有关的 就是Task 5 每个国家每年平均有多少个旅客 以及为什么那些人旅行 这里有两个部分 较为容易 去到Unusual Hotels 就是最深的 最挑战的一部分 因为你要记的东西 稍微多一点 好了 Ice Hotel 应该大家都可以记得到 应该大家都可以记得到 我们会听回这个部分 听一下 其实它都很直接 就是说完这几个字 Everything made of ice Everything made of ice 在这一刻 其实记住 那些Is and Are 那些坐动词 其实不太理会 OK 在这里记住 我们是要记重点 OK 你待会会听到很清晰 就是他们对话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Ice Hotel 为什么这么特别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用冰做的 OK 所有东西都是Elsa城堡 OK 但是最后又不冷的 OK 听一下 But I suppose the next thing is What are they doing when they travel? Well Well One thing I've noticed is that our customers want to stay in different places like these new types of unusual hotels Oh That's interesting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of one of these unusual hotels? Well The Ice Hotels They're popular Ice Hotels Ice Hotels I've heard of them Is that like a hotel made of ice? Exactly Everything is made of ice The Rooms The Beds Tables Chairs Everything Our customers really love them I've always wondered Are they cold? No they aren't cold But they are in cold countries I think I'd like to try staying in one 好了 好清晰的 是吧? 剛才我们听到的就是 Everything is made of ice OK 跟着 那個人問他 是否冷 不冷 他們是In Cold Countries OK 好了 Note Taking 其實都有不少一些 不是好關係 也不是直接給你的答案 例如這個 In Cold Countries 其實你每間酒店都要告訴我 它在哪裏 是需要告訴別人 他們是在哪裏 你沒理由只寫In Cold Countries 因為 旁邊和 待會的Data File 你可以看到 例子 明明是有個國家 或者有個地方 OK 沒理由 Ice Hotel 只需要寫In Cold Countries 好了 我們聽一下這一邊 就是Prison Hotels 你看到我兇了一格 這就是我經常跟同學說 有些字 你不用怕 有些字 你不用怕 為什麼呢 就是在這一刻 你聽的時候 你可能真的拋頭 待會我們會聽一下這一段 你會聽到 那個女生說 你會Sleep in A 什麼 然後那個男人 又會說 什麼啊 Sleep in 什麼 我以為你犯了法 才會怎樣怎樣怎樣 好了 究竟他們說這個字 有時候 就是這樣 我們聽到一個字 可能很簡單 但是 我們認識它 其他的 發音 同樣發音的那一隻字 但是偏偏 就是 究竟 為什麼無緣無故 會講一隻這樣的字 呢 Anyway 我們聽一下這一字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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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熟悉的字 很明顯是專門考慮的 當然 不是每個字都會給你 例如 其實澳洲 澳洲 只有這一次 澳洲 只有這一次 整份 data file 5 6 7 版 都找不到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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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零射射 是data file 獨有的 但是 這個 但是 這麼獨有的分 其實會不會是整個data file 佔了五六個 點 全部都是 一定要在data file 聽 當然不會 B1 是希望同學合格 B2 有可能 B2 有一部分 通常都是最尾的 其實就是 全部分 你都要聽 其餘data file 部分 都沒有 錯過了三四分 就會錯過了三四分 好了 這裡 我暫時 叫它做銷售 我不知道 這是什麼 我暫時 叫它做銷售 不要緊 總之 在這個部分 有一些 你不太知道 是什麼字 先記下了 聖任 為什麼 我們一直強調 要懂拼音 就是因為 你聽那個字 不斷 串了 尤其是 data file part a 就沒得說 你一定要串對 那個字 撞到99.9% 才能得到分 但是在這裡 其實我們會找得到這些字 好了 Note Ticking 我們就記了這麼多東西 就是說 剛才還沒說這個 就是 這些Prisom Hotel 那些是舊的Prisom 變成了一個酒店 那些人會 Sleep in A 一個什麼的 我就算不懂這個字 不知道什麼是Sale 我想都應該知道 就是一個房間 還有 囚室 說了中文 監獄 監獄 裡面 只有囚室 然後那個男生 就很驚訝 你住在囚室 然後那個女生 就說 不是Lock Up 你有Key 就是這麼多東西 好 接著我們去到第五版 OK 好了 我們怎樣去找相關的資料 其實 譬如這個TAS 你有很清晰 就是有三間酒店名的 OK 你很清晰 有三間酒店名的 在Note Taking 其實都已經知道 有一個叫Ice Hotel 有一個叫Prisom Hotel 我們就是從這個方向 來找回那些句子 就已經是基本上 基本上 其實你已經找到九成 OK 好了 Ice Hotel Stay in哪裏 OK In挪威 OK 好清晰 找到一個地方 OK 是不是Ware OK 是不是Ware 搞定了 好了 接著在這裏 你又見到了 其實Data File B1 真的很疼愛大家 你看到 是嗎 Everything is made of ice 是不是出來 OK 好了 然後Prisom Hotel 我終於找到一個Sale字 原來不是賣東西的Sale 是Sleep in a Cell Bio的同學 馬上想到 這個字不是解釋細胞嗎 OK 其實一個字有很多意思 其實一個字不是只有一個意思 我們學英文這麼久 我想大家都知道 所以 其實 這個字可以解釋囚室 可以解釋囚室 好了 你找到的東西就是這裏這麼多 OK 接著 就去到這個Beacon Hotel OK 但是這個Beacon Hotel 有個名字 它其實是一個叫什麼呢 一個燈塔酒店 OK 一個Lighthouse Hotel 你要寫到Lighthouse Hotel 那在哪裏 很清晰 很清晰 OK Scotland 好了 然後 就是人們為什麼去那裏 是不是 人們為什麼去那裏 好了 我們就是說 要找出 為什麼人們喜歡去那裏 OK 就是為什麼他們喜歡去那裏 第一件事就是 房間是圓的 OK 有什麼有趣呢 不知道 OK 好了 另外一樣呢 應該就是那個 Cenery OK 好了 這裏開始考你少少的生字 那你當然要懂什麼叫Cenery 那你才知道呢 就是 我們要抄這一句 就算你從 Love Staying Because 那裏 去猜得到 這個應該對 OK 但是你就這樣抄 OK 你就這樣抄 其實 不是好得的 OK 因為呢 你漏了一隻字 OK 因為你漏了一隻字 但是如果你說 那我全句抄了它 這裏三點 其實你都完全不可以全句抄 OK 如果你全句抄的話 這裏三點 其實你都拿不到分 OK 因為呢 在這裏 是某某個人 他們去留言 OK 這裏有三個人 OK 就是 Horace McDonnell OK 這樣 是他們說 他們 為什麼 OK 但是到你寫這個 article 的時候 其實跟這些人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OK 你是要說 in general OK 一般人 people 你是要用這個字 最初的 people like staying there because 就是這樣 然後才只抄 他們為什麼喜歡 那幾個字 所以 待會我們看個 sample 的時候 你就會明白 我們如果照抄完整句 其實人稱已經不對 OK 我們不會用V 因為不是說 作者自己 為什麼喜歡去 是說 一些人 OK 還有 有些很irrelevant的 例如我是一個作家 一個Great Stay 這些全部都沒有關係 OK 好了 所以 這一個 就是考你 懂不懂 scenery 風景 Points 當然是有心有錢的 當然會有些Points 特意用一些深一點的字 來考考你 懂不懂 最後就是Peace and Quiet OK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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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lighthouse hotel 要很小心 OK 這個是第六版 是不是 我們找到 就是有它的地點 OK 它的地點 以及為什麼人們喜歡 我都找到三樣東西 夠了嗎 不知道 但是 它給多一個資訊給你 記得要看 千萬不要困難 還有就是 我們看到這麼大堆字 這麼大堆字 OK 看到這麼大堆字 我們就不想看 不要緊 我也是那句 你可以找重點嗎 OK 我們這麼趕時間 75分鐘 又說要做三個task 要看十幾版 這麼趕時間 當然是 如果我要一隻字看 我又有些字不明白了 然後看又看得慢 哪個時間看這麼多東西 其實第一一下 你看到我剛才很神速的間隔 不是因為我做過很多次 雖然我都真的做過很多次 這份 我基本上 倒過來背 都差不多背得到 這份 OK 但是那個問題是 OK 其實我們只是在找三樣東西 在我們的腦裏 就是在找這三個字 當你有了這些重點 OK 當你有這個重點 我們現在知道三間酒店 OK 三個字 Ice Prison 和Lighthouse 我們第一次去到這一版 其實就是 我什麼都不要看 我什麼都不要看 我只是找這三個字 OK 有沒有Elsa 有 Ice 有沒有Prison Prison 只有這裏 這裏又有Ice 然後還有 我找到了 Lighthouse OK 好了 陷阱在這裏開始出現 陷阱在這裏開始出現 好 第一樣東西 Didn't like it too much 要不要 OK Didn't like it too much Nothing unusual OK 這些全部都是負面東西 OK 我們要寫的這一篇 其實是推廣這三間很unusual的酒店 所以其實這個是服 OK 這個Ice Queen 就是Elsa 這個Elsa 其實是給了兩個服 OK 這裏有最後這個Lighthouse Hotel 還不適合用 OK 有一件事是對的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看獎 OK 很多人喜歡看獎 原來 OK 看獎 這個是一個論點 但是 很貴 千多元 一晚 很貴 這個要不要 不要 當然是 我們是唱好不唱衰 報喜不報憂 對不對 OK 所以 全部不好的東西 其實我們都不去寫 OK 全部不好的東西 我們都不去寫 OK 包括 就是看上來 就是Prison Hotel 這裏有一個是對的 Stay there because the history of the prison was very interesting OK 這個是對的 OK 這個是對的 對不對 但是 到這個down side 就是 房間很小 當然 囚室 難道給你一個套房 一個人一間房 這些就不要了 OK 這些就不要了 好了 但是 後面的東西又要回來了 所以 是每一句 當你找到 那一段 就是講那樣東西的時候 那一段 就麻煩你要詳細看 不是說 他弄了個陷阱給你 OK 在中間弄了個陷阱給你 然後 後面 後面全部不看 因為全部都是down side 千萬不要這樣 OK down side 其實是講這一句 不應該打開它 OK 好了 那去到後面 又是講回 就是為什麼他喜歡去這裡 OK 就是那些的奔客 會一起煮東西吃 在一個pre-sun kitchen 那裡 那裡 如果你喜歡一些 trying new food OK 這個就絕對是好東西 一起煮東西吃 很難忘了 OK 這個是unforgetable 對不對 OK 好了 恭喜大家 如果你剛才 你有做過這個練習 OK 那你剛剛 對回的時候 我都highlight到 剛才你highlight的東西 恭喜你 即是說 第一步 你已經完成了 OK 好了 完成了這步之後 就要去寫東西 來寫東西 來寫東西 好了 剛才說到 我們要取得格式分 是不是 好 格式分 可以 它叫你不要寫unusual hotel 在unusual hotels arround the world OK 好了 然後 何謂interesting opening 其實 記住在paper3 其實我們不是寫四百字 每一個task 其實我們寫八幾字 OK 我們寫八幾字 OK 所以 在開場白 和結尾 它如果提醒你 你要怎樣 那個語氣是怎樣 不代表你要寫很多東西 OK 兩句KO 它 你下次去旅行 旅行 我用vacation 這個字都深 Holidays OK 行不行 好了 How about staying in an unusual hotel 不如 找一間更厲害的酒店 其實有很多 在地球上 有很多特別的酒店 今天我們就看三間 簡單 清楚 簡單句子 不要錯gram OK 不是給五分 B1 其實這些會給五分 OK B1 其實會給五分 B2 你寫到這樣 大概都是三四分 OK 你要拿到五分的language 在B2 你就需要 要些生字 這個不可以是holidays 這個要vacation 這些 好了 然後怎樣分段 這裏 你看到 我清晰分了三段 清晰分了三段 清晰分了三段 這個都很重要 因為organization 有兩分 兩分 你不是不拿 雖然 兩分 要拿完兩分 很難 但你肯分段 其實起碼都會給你一分 OK 剛才我們很清晰 知道有三間酒店 其實就是就住這三間酒店 你就去把它分段 OK 好了 很清晰 首先是說where 第一間是ice hotel 在挪威 everything the made of ice 是不是 你有沒有這些例子 沒有所謂 這個是note taking 有告訴你 在note taking 是有的 OK 但是 其實是沒有分的 OK 其實是沒有分的 所以為什麼呢 就是我們一般 寫完篇文 和marking scheme marking scheme 永遠都只有十句八句 那我們就寫了兩版紙 是不是 其實就是 我們一定會保險些 寫多一點 這個沒有問題 好了 那就不冷 OK 好了 這個就是 它會拿很多衣服 給你穿 這個 我們剛才還沒看 這個ice hotel 就是在第七版 還有這一段 還沒看的 就是 它不是很冷 OK staff 就會給你很多暖的衣服 給你 就是很多羽絨給你 OK 還有它只是冬天才開門 OK 就是這裡 就說了 OK It only opens in winter OK 你也可以加一些自己的句子 即是說 Christmas trip 才去 最好 OK 但是這些都不是有分的東西 不過都是加緊你後面 那四分的 bonus OK 好了 跟著 Prison Hotel 在Australia 那你見到 其實我全部都是簡單句子 It is a great place to stay Because OK 不要玩那麼多東西 直接就說 很正的 因為 OK History of prison is very interesting OK 好了 這裡就是 我們要留意一下 如何把它變成為 一句 一句 適合你 現在的 situation 的句子 OK 這一句 其實好像是整句都可以的 是嗎 It is a great place to stay because 我連這個都抄了 是不是 OK 但是我要變的是什麼 我要變的是這兩樣東西 OK 為什麼這個是Wars 為什麼這個是Wars 因為 原先的故事是說 我和我的朋友 stay在這個Prison Hotel 是以前去過這個Prison Hotel 是不是 OK 對他來說當然是過去式 但是你正在寫一個article 你正在介紹這個Prison Hotel 如果你用Wars的話 因為疫情關係 他已經關門大吉了 以後不能去 不過你現在懷念一下 OK 這樣 是嗎 你才會用Wars 是嗎 你才會用Wars OK 所以我就要把它變成一個現在式 OK 我便要把它變成現在式 其餘的都是 OK 你也是要把它變成現在式 你會Sleep in a Cell 你會有鑰匙去你的房間 在那裡 客人會Cook Meals together In the Prison Kitchen 這些 全部全部我都會用現在式 OK 同樣地 OK 這裡其實 你不要以為 這個Point 不用聽 沒有任何Note-taking 沒有任何Note-taking 的部分 當然會比較容易 其實都不一定 OK 你看到 有兩個分 其實都很難拿 分別就是 Cenery is Fantastic 以及 See the Bird Life OK Rooms Around 這個OK Quiet and Peace 這個都OK 但是我們想看看這一句 剛剛我們看過的 OK 我們怎樣把這一句 變成為 你拿分的一句 這是可以說 整個Task 7 最難的一句 OK 它原先是說 我是一個藝人 我喜歡留在那裡 因為風景 風景 為什麼呢 風景很棒 我是一個藝術家 看到這個風景 立刻要畫一幅畫 或者作一首詩 是嗎 所以很棒 風景要放在一起 變回做一句 就是The Scenery is Fantastic 跟那個藝術家 你不要再提醒 藝術家說什麼什麼 其實完全不需要 OK 因為到你寫出來的時候 這些會變成是 作者自己的論點 是嗎 就是你 而不是說 有某某什麼水 說過 在那裡 就在那裡 住在一個 lighthouse hotel 就很風景 風光如畫 不是這樣 OK 而是你In General 好一般化的 將它說出來 就是在那裡 風景如畫 看著一流 OK 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 這個就是 純粹是音濕 就是 究竟你細不細心 今天提了你的一件事 就是總之它提了你那版 就算很多字 請你不要怕 OK 因為在第四版 Data File的 instruction set 尤其是你選擇 如果你要做部分 B1的話 其實你已經很清楚 知道自己要找到什麼 最最最最重要 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要清楚自己 在找到什麼 OK 很多時候 就是我們 萬無目的 OK 就是一知半解 就是覺得 他說Hotel 總之雙所Hotel的東西 都寫完 其實考這份卷 B1的話 不是考你很多 好心好心的字 OK 反而是考你 就是你有沒有耐性 你夠不夠細心 OK 今天我們還有一個conclusion OK 差點想完結了影片 好了 最後 So While going on a vacation We should not merely thinking about shopping and eating OK Merely 就是just的意思 OK 你不喜歡用這些 就用得比較簡單 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interesting closing 就是說去旅行 是不是經常都只是喝飲食吃吃買東西 OK 可不可以try something different 所以下次去一些special place 這樣 OK 都不是一個很複雜 很糟糕 很長很沉的一個ending 總之都是那句 其實你要明白 如果他在instructions那裡 他叫你自己去寫一個開場 自己去寫一個結尾 自己去想一個title 其實這些應該未必是有分給你的東西 OK 因為他沒有一個特定答案 什麼叫做interesting opening 很多的 那這些其實你就會知道 其實他不是在給內容分給你 他只是在提醒你的語氣應該是怎樣 好了 那今天我們先看這個task 好